我觉得零售业就是retail是detail 简短依据经营理念 确实成为电商龙头的关键 富邦美董事长林启峰率领MOMO 在去年打出漂亮一仗 业绩冲破671亿元 股价占上818元 市值翻涨1.2倍 还首度挤身百强企业第91名 这些成果就是一点一滴 做好每个细节得来 虽然2020年MOMO大丰收 但不免让人质疑这样的成绩 是否是因为疫情的助攻 仅是坦坏线 老讲疫情真正给我们的帮助 大概就5%左右 我觉得其实MOMO的成长 还是来自于长期的整个 基本的建设的架构 包含物流 包含商品的丰富度 商品价格的可信度 还有品牌的可信度 这些东西长期累积的一个结果 它不是因为疫情而突然崩上去 因为如果是疫情崩上去 这公司价值就不大 过去三年富邦美营收 都稳定成长三成 也让外资开始注意到这批黑马 甚至将富邦美与联发科 金测等并列在台股10千金名单上 看好MOMO赚上千元大关 尽管捷报连连 林启峰却没有以现况自买 那现在其实才刚开始而已 还早 我们整个物流的运作 我觉得现在只有30分而已 离100分还很远了 对啊 为了朝满分目标前进 MOMO在今年1月中 推出5小时到货 以惊人的速度大大领先同业 林启峰坦言 就像服务从物流系统到商品品项 其实都历经了长时间的练兵 我们练习超过一年了 就是自己告诉自己 我要几小时 然后看你搭车率是多少 然后到一个你有把握的程度 你才宣布 比如说充电线 电脑的手机的 这些都很急 因为就没电 如果慢了你就做不到生意了 所以到底什么东西需要5小时 这个也需要不断地 透过数据来做练习 精进提升送货速度 还不能达到林启峰心中的100分 他认为要精准配合需求 在客户想要的时间送达 才是最终目标 有些时候像我朋友常常抱怨 每天早上被我的物流吵醒 他是三点不漏的人 就是他 他是下午三点才要起床的 早上十点钟被他叫起来 他就很生气啊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 让客人有选择说 晚一点再来 找到本来是一个美式 可是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干扰 除了物流持续进化 林启峰也透露另一个关键 就是仓库规模的扩张 我们在2017年开始有少数几个月份 是超过当年的龙头 所以2017年应该是一个转利点 最主要就是因为仓库 因为我的仓库是在2017年启用的 位于桃园的大型仓库 成了MOMO超越敬业的重要因子 证明这是一笔成功的投资 但林启峰却涂漏当年的遗憾 也蛮挣扎的 胆子很大 因为盖一个仓库要四十几亿 但其实仓库没有盖完 我们就后悔了 盖太小了 对 真的 对真的盖太小了 要盖盖大一点 太太小了 因为当年其实那个地 我们那个地八千平嘛 对面还有一块八千平的 我们其实应该一万六千平都买 但我们只买了一半 物流仓储双管齐下 富邦梅花了14年的时间 成功坐上电商龙头 回顾当年刚从电视购物 跨足网路 MOMO其实多方取经 例如台新集团的PayZ 一开始是参考PayZ 因为它跟我们很像 就是它做很多白牌的商品 我们当时做电视购物 也很多的白牌商品 所以我们就觉得 它的经营模式我们也可以学 然后学完PayZ以后 我们觉得说其实Yahoo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公司 Yahoo在Fashion上面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去学Yahoo怎么样做Fashion 学习然后超越 现在MOMO将目标进一步 看向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 我的目标也是亚马逊 一样的 一样的 对啊 因为亚马逊算是目前看起来一个 蛮成功的典范 所以亚马逊的一举一动都是我们所关注的 2014年底富邦梅上市时 曾喊出七年计划 预计2022年要达到潜易营收 以目前营收成绩来看 MOMO正稳健走在达标的路上 如果这两年连续25以上就到了 对 所以现在要喊下一个七年 我想好了还没有喊 林启峰最后还是没泄露天机 且让我们期待 MOMO的下一个七年能成长到什么程度